台东县税务局努力积极推动税务的相关宣导 并鼓励民众购物缩区统一发票 将在19-20号在税务局大厅办理租税干嘛点的活动 同时也在楼上大礼堂办理租税讲席 税务局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台东县税务局最受到民众欢迎的租税干嘛点即将来临 民众只要在19-20号准备好纸本发票及云端发票 就能依照不同张数发票来兑换各种实用的生活用品 在19-20号我们在税务局的大厅这边 我们有这个小型的一个租税干嘛点的活动 租税干嘛点就是我们用花票来换生活好礼的一个活动 我们的活动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结束 希望大家带着紙本花票也好云端花票也好 来到现场做兑换 那依照往例呢我们云端发票呢就会比较优惠 那甚至打到不止五折 希望各位相信朋友那一天 这两天7月19号7月20号 在税务局的大厅9点到下午4点 我们有做这个发票换好礼的一个小型的租税干嘛点活动 而在同一天税务局楼上的大礼堂也办理租税讲习活动 说明与民众息息相关的各种税务小技巧 下个礼拜19号20号我们办了两场的讲习 那19号呢是上午8点半开始报到 我们9点到12点呢 主要的对象是我们的志工朋友 以及那个我们的一些乡亲朋友 那我们在我们的三楼 那最近因为税清基金法一些修法 那有大幅度的变更 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叫做奔跑吧租税 希望大家在了解租税的一些进程 跟最近的修法的内容以外呢 还有其他更好的结税的一些规定 让大家在不景气中呢 或者是说在目前呢 这个通膨的时代呢 可以节省一点租税的负担 而且特别邀请了国税局一起参加 那同时20号呢 我们接着是办的是 所有公务朋友的一个讲习 那一样的内容 那我想公务朋友忙于公务之宜呢 往往会忽略支持一些 结税的权益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讲习 都跟 吹清基金法还有结税的这个主题相关 那这次我们台东来了一个很好的 一个相声瓦瑟的这个活动 在9月3号的 我们的艺文中心他要演出 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呢 其实这个 本来大家就是很期待的一个 相声瓦瑟的一个很好的艺文活动呢 你50张的云端花票就可以兑换 600元的这个 艺文券的票 600元应该是前面位置还不错 那如果是纸本的花票呢 我们要120张 所以你看云端花票相较于纸本花票 我们的云端花票就优惠许多 为了让枯燥的租税讯息更加生活化 税务局使出各种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让租税事务更贴近民众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判军委台东市报道